Telipass高速收费的垄断地位结束 最新的Unifor年费便宜一半 意大利和人间消息 开车的机友们对Telipass一定不陌生 它是由意大利Auto Stella Z集团于1977年创建的 拥有它除了可以在高速收费站快速通过机的扣款 还可以快速的支付罚款 汽车税停车费ZTL和家流 不过今日最新的Unifor推出后 打破了Telipass持续在意大利25年的垄断地位 这件事要从4月初Telipass宣布 不论是新老用户 从7月1日起 月租费将上涨55%开始收起 涨掉后订购Telipass的年度成本将是82欧元 Telipass在意大利拥有接近700多万的用户 因为涨价 有一半的用户决定要退出活动 与此同时 一家俄罗尼亚汽车责任保险公司Unifor开始宣布 进入市场 结束了Unifor55 而Unifor的年度费是Telipass的一半 每月仅一欧元 并且前6个月月租费免费 这一举动完全撼弄了Telipass 在意大利的市场动物 Unifor功能与Telipass完全一样 同样也是使用一只黄金相近的盒子 可以跨出动作高速收费站的适当后排 同时Unifor扩大了在交通领域的平均范围 增加了在路线援助和序园服务 损坏无铺和直接修复服务 在它的在线平台 还提供长期租赁汽车 以及泡手车买卖的服务 所以如果是你面对同样的服务 你会选择哪个高速收费服务呢 兼东西保险公司处了解到 他们已经拿到了Unifor的授权 需求的机友可以到Nosina 9号 或致电0236750304咨询办理